都会期待自己披上婚纱的那一刻 就在蒙嘉惠和郑一剑旅传婚讯的时候 蒙嘉惠这两天出席了一个婚纱展 难免让人联想 她是不是要提前演练当新娘的场景呢 巧的是啊 郑一剑同一天出席了一个亲子类新书发布会 两人同一天隔空亮相 记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看看两位当事人是如何来回应的 算起来这并不是蒙嘉惠第一次接手婚纱秀的工作 对于穿婚纱 她显然已经清车熟路 洁白的婚纱鲜艳的捧花 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她便将婚纱走秀完成了有模有样 都说每个女孩都期盼着 披上圣洁婚纱的那一刻 不过蒙嘉惠却特立独行地表示 自己最想尝试的其实是黑色婚纱 为此活动当天 主办方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个另类环节 为了取个好彩头 蒙嘉惠特意在黑色婚纱里 多穿了一套白色婚纱 可见其用心良苦 因为她们不怕 如果人家说黑色去不激励的话 她觉得可以在里面 就把这个白色圈出来 所以她 我现在是穿了两件婚纱 这一项蒙嘉惠身披婚纱的场面 依然让人浮想连篇 同一时间 蒙嘉惠的男友郑一剑也忙着公开露面 为了支持好友林颖贤的新书 郑一剑前往捧场 巧的是好友新书的主题 与育儿有关 这样的巧合让在场媒体蠢蠢欲动 心灵神会的郑一剑倒也十分配合 不过事情接下来的发展 并没有这么顺利 一边婚纱一边育儿 正当外界期望两人 能够对前阵子 传得沸沸扬扬的婚讯 做一说明时 蒙嘉惠的回应 率先让大家伙吃了一惊 蒙嘉惠否认 郑一剑将在八月各唱举办完之后 与她结婚的传闻 更强调 今年除了工作以外 没有其他特别的计划 另一边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 郑一剑索性放出狠话 她之所以前来为好友的新书捧场 与新书牵涉到的育儿主题 没有丝毫关系 说白了 她目前压根没有当父亲的打算 这样的场面无疑落得尴尬 毕竟很多人都在期待这对恋爱 将近七年的情侣能够修成正果 但当事人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难道之前好友陈小春的爆料只是一场空 她是有这个动作决定了 她还曾经问过有没有档期呢 不过有西新网友指出 其实这一年多来 蒙嘉惠已经屡次出席婚纱活动 说不定早已代价新界 今年5月31号蒙嘉惠曾身着一席露肩婚纱 为某珠宝品牌站台 之后在TVB某活动上 蒙嘉惠再一次捡起婚纱 甜美亮相 蒙嘉惠频频接下与婚礼有关的工作 有网友猜测 也许蒙嘉惠正在借机向正义健暗示 因为此前正义健总是不解风情地认为 女友的婚纱秀只是工作 工作只是工作 因为穿那个份线很麻烦 只是她说很麻烦 因为很不方便 因为她平常也是穿牛仔裤 所以穿那个衣服 感觉是比较麻烦 两人对于结婚的想法究竟如何 外界总是很难知道 但是如果就此认定 蒙嘉惠和正义健的感情 有破裂的端倪 也实在牵强 因为从蒙嘉惠的采访中不难发现 她和正义健的感情 虽然算不上轰轰烈烈 倒也平平淡淡 细水潮流 Surprise 应该我到现在还没有收过花 但是我觉得没问题 有一次吧 有一次就是我想买一件衣服 我在早很久买不到 然后她去外地的时候 我跟她说帮我买吧 她说没有啊买不到 然后回家的时候 我在准备睡觉的时候打开我的床 然后看到那个件衣服在里面 结婚对蒙嘉惠和正义健而言 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牢固的爱情总胜过任何形式的结合 新鱼类在线编辑报道 这里可能有一个有机会 我响叫我 这将来他必须做